其他的圓呢 不需要做 其他圓的話呢 我們可以用什麼呢 用那個 這個所謂的環形陣列有沒有 然後就可以 產生這幾個這個圓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用這個陣列 然後選取這個物件 選取這個物件 然後選取Enter 再來的話 中心點抓哪裡呢 抓 從 應該是從 中心點 這邊 抓這邊一條線 然後再到哪裡呢 從這個點 這樣就可以抓 其實就是這個點 中心點 再來的話呢 幾個 五個 其實剛剛不用抓 就這個點就對了 按個確定 確定之後呢 就會產生五個圓了嘛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把不需要的線段把它刪掉 像這個都多餘的線段 把它按Delete掉就可以了 接下來呢 這個尺寸 最關鍵的地方 特別注意喔 這個比例啊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都會忘記喔 他的比例原理就是 第一個呢 你要先 點下去有沒有 先選取這個物件 那把這個 整個選取起來喔 按Enter 第二個就是說呢 基準點 我點這個當基準點好了 這個端點 再來的話 馬上按 R 記得是REnter 然後呢 特別注意 你要先給他舊尺寸 再給他新尺寸 所以呢 我們舊的尺寸就是從 這邊到這邊 這是舊的尺寸 然後新的尺寸要給多少呢 好 再一次喔 第一個先做 這個 這個 比例 點一下 選取 選取之後的話 按Enter 基準點選這一個 然後呢 先 REnter之後的話呢 從這邊到這邊 好 點一下 再來新的長度就給他多少呢 給他94.5 Enter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做出來了 我們標註一下好了 好 這個地方線性 從這邊到這邊 看一下 94.5 好 沒錯 好 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所謂的比例的方式 那特別注意比例就是要先給他舊的尺寸 舊的尺寸就從這邊選到這邊 再輸入94.5就可以完成這一題 好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eyeshadow 大家再見囉